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知智通鉴》这本书 但可能比较少听说《续知智通鉴》 《知智通鉴》是记载战国到五代末期的编年题史书 《续知智通鉴》则是记载宋元两个朝代的编年题史书 《续知智通鉴》一共有220卷 它的记载北宋比较详实 南宋其实元朝最简单 南宋部分是从98卷到182卷 一共是85卷 我大概说一下南宋这个朝代的特点 南宋1127年到1279年 它一共是持续了152年 一共有9个皇帝 这9个皇帝最后三个皇帝都是幼帝 就是年纪很小的皇帝 在位就4年 其实主要的也就是6个皇帝 最后三个皇帝已经是平临灭亡了 有6个皇帝是执政世界比较长 前6个皇帝 南宋这个朝代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别看它只有9个皇帝 而且最后三个都是幼帝 那我们说它是前面6个成年皇帝之中 出了三个太上皇 就是有三个人呢 还没有死就退休了 浪位了 又有三个皇帝呢 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没有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呢 并不说没有儿子 是儿子呢 死得比较早 其中还有两个皇帝呢 传给了远亲 就都没传给自己的侄子了 或者其他的弟弟啊 这就是在中国历朝历代啊 这是很有特色的一个朝代 我们首先说一下这个 南宋的开国皇帝 高宗啊 他其实有儿子 但是儿子病死了 他传给的这个 他的养子啊 孝宗啊 是宋太祖的后裔 我们说宋太祖呢 是死了以后呢 帝位呢 是传给了弟弟 宋太宗 就是说高宗呢 他当然可以找到这个太宗 这一系的这个亲戚 但是他没有找 这是很有特点的 可能是他是 很有可能 他是觉得这个 宋太宗啊 作为这个弟弟啊 之后呢 传给自己的儿子 没有传给自己哥哥的儿子 是不太好的 这是很有特点 再说一下南宋这个朝代的特点啊 他特点呢 当时的南宋呢 是 全世界的经济最发达 科技最先进的国家 其实北宋呢 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 科技最先进 北宋中国的GDP呢 是欧洲的三倍 而且北宋呢 他的人均 当时人均的这个GDP啊 我们就说人均 也可以说 基本上就是生活水平吧 比明朝呢 要高 比清朝呢 要高更多 所以我们大家有这样的概念啊 这个经济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流失而增长了 中国经济在宋朝以后是逐渐退步落后的 到了那个 那个 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人口的时候过剩呢 已经是非常的落后了 这个大家有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中国的经济并不是一直在增长 是有起有福的 但是也有好的时候 对吧 宋朝也有好也有不好的时候 我清朝呢 在康熙的时候呢 还好一些 但是就算康熙时代呢 比起北宋 南宋呢 也是差很多的 南宋呢 他的版图 版图不如北宋 他基本上是怀河以南了 但是他的经济呢 超越了北宋 超越了北宋 他经济有一个特点 就是南宋的这个服务业啊 它是特别的发达的 我们比如说 我们可以听一些当时 当时南宋人的一些议论 比如说星际鸡 他是从北方过来的 他从山东过来 他就 他就当时就给皇帝就 说意见 他就说南方的这个经济 南方人呢 这都不过正业 不如北方人 他说北方人种地的很多 南方人呢 就很多人不种地的 就做什么赚钱 做什么了 那做什么了 都第三个产业啊 说比如说开这个 开餐馆啊 或者说 搞些娱乐产业啊 说书啊 演戏啊 唱歌啊 或者踢球啊 对吧 自花呀 算命呢 写自画画呀 这都是 那我们说这个 其实这个星际鸡 他的经济 头脑不正确 其实这说明了 南宋这是经济的 他很发达 对吧 正因为他经济发达 许多人呢 就不愿意去种地 就去从事第三产业 因为更赚钱嘛 对吧 你摆个小摊铺 然后 或者开个炒药店 什么的 对吧 这个更赚钱 这是南宋经济的特点 就是说南宋经济呢 当时中国经济呢 已经是 我们说商业化 就商业化 服务业也很发达 而且对外贸易呢 也是很发达的 对外贸易 倒是绝对不锁国的 对外贸易呢 当时财政收入呢 也是非常高的 纸币呢 和铜钱呢 是同时应用 他南宋的纸币的 运用呢 比北宋呢 要广泛的多 如果把这个纸币的 通货膨胀 考虑在内呢 南宋呢 他的财政收入呢 是非常的高的 可以说比以后的 元 明 清 三代 虽然南宋的人口 比他们要少 特别是比这个 明朝 清朝 要少 比清朝 更少很多了 但是他的财政收入呢 是超越了 后面三个朝代很多 所以说南宋 我们说的是 经济很发达 人民生活水平很高 但是这个生活水平 我说一点 南宋有个问题 他经济发达 他生活水平 未必就 比后代高很多 而且很可能 比北宋要差一点 那你怎么看 这个生活水平 因为北宋 我们知道 在宋真宗的时候 他同这个 辽国的校代后 定了一个 残渊之盟 就每年呢 送个三十万到五十万的税币 购买和平 这两个国家就和睦相处 几乎是一百年 如果一个国家 不要把这个财政呢 用在这个军事上 又不要打仗 一打仗 这国家经济水平就很大 老百姓生活水平就不错 南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南宋都经过呢 也签订过合约 但是和平没有持续那么久 战争进行的比较多 而且后来呢 经过呢 经过衰落之后呢 又来了个蒙古 南宋和蒙古呢 也经常发生冲突 从这一点看呢 我们说说南宋的经济很发达 财政收入很高 但他呢 如果把这个财政收入啊 我们说 放在这个军事上面 比如说他养了很多兵 制造了很多武器 南宋的武器是很发达的 也是当时也是世界第一的 有火枪火炮 到时是 这个蒙古军队也是文风上胆 这都是要钱的 大量的军事装备 那你怎么看这个生活水平 比如说这个火枪火炮 你有一个炮 有一个炮弹 饿了也不能吃 冷了也不能当衣服穿 那你怎么看这个生活水平 我们刚刚说了 新基基说了 他不说南宋的好多人不种地的吗 那你 我们说 我们从整体的观点来说 因为说南宋的生活水平是很高的 但他不一定吃的更多 我们说了 大家不种地的少了 那粮食就少了 对吧 不一定说吃的更多 吃的更饱 大家有个概念 大家 这个生活很多样化 比如说我有很多的 有书籍啊 有娱乐活动啊 我出去可以看足球 听相声的 看戏啊 我可以买到各种的这个 各种的装饰品的家具啊 建筑各方面都发展 音乐啊 这是生活水平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去比 简单的那你说大家都吃的差不多 那是五六千年前 一万年前 那原始人吃的也未必比这个后面的人要 可能还比后面的人好 那以前呢 那时候到处都是鱼 对吧 我们这种看 这生活 这是从这个现代文明的观点看 看你生活的多样性 多样性 你生活是否丰富多彩 你不说你就吃饱了就睡了 所以南宋的经济呢 是很发达 科技也很先进 南宋呢 虽然他的军事 但是他是军事力量变不强 军事力量变不强 这是他的弱点 这也是呢 继承的北宋 他是以文治武啊 这个不大上武的 另外有一点呢 我们说南宋啊 是 他是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 科技最先进的国家 但是南宋之后呢 中国呢 再没有成为呢 作为啊 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 就落后了 逐渐落后 越来越落后 再也没有了 虽然明朝初年一度复兴了 但是明朝是一个非常专制的国家 他制度非常专制 是那个气氛是很压抑的 可能他是有一度的这个 昙花一现的 明朝的强势 他没有恢复这个 南宋的那个繁荣 他说有一位这个日本的学者 他说崖山之后 无华下嘛 他说有一定的特点 这当然也 其实我呢 也是很怀念南宋这个朝代 并不是说他一定是特别好 但是他是作为中国呢 做最后一次 处于世界之巅的一个朝代 都会得到 il充有的 这些不明显 不明显 不明显